一天晚上,港媒拍到郭晶晶和霍启刚两人在大街上发生激烈的争吵 郭晶晶愤怒地对霍启刚说,你够了,你到底有完没完 霍启刚气得直瞪眼,头也不回转身就走 但刚跑出几步,他又回过头来望向郭晶晶 却发现郭晶晶和他的几个好友已经离开了 郭晶晶当晚邀请一群好友到KTV唱歌,与一名男友人聊得很开心 霍启刚看到这一幕有些嫉妒 跟郭晶晶在KTV里吵了一架,就一个人离开了KTV 霍启刚一边走着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足足前行了两百多米,方停下脚步 他正正地站在一栋大楼的台阶上 过了一会儿,郭晶晶和他的几个闺蜜也跟着跑了过来 而郭晶晶则是带着朋友们去找霍启刚 在路边转了一大圈,终于见到了霍启刚 郭晶晶好说歹说,霍启刚这才缓过劲来 慢慢地跟在郭晶晶后面 谁知,霍启刚一上了车,再次扭吧 气得郭晶晶破口大骂 好了,你说够了没有 霍启刚转身就往外跑,郭晶晶也跟着离开了 霍启刚见郭晶晶离开 也是吹头丧气地站在路边的护栏上 过了好一会儿才拨通了一个号码 他要不要给郭晶晶打个电话,让他冷静下来 却被香港媒体给捕捉到了 面对这一对有名的情侣 香港媒体很少能捕捉到他们之间的争吵 当然要大肆渲染一番 第二日,两人的争吵就成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还有很多的记者将这件事描述成了疑似婚变 还有一些人直接将责任推到了郭晶晶的身上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而郭晶晶的岳父霍振廷却是站了出来 霍振廷也被吓了一跳 他对着媒体说道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上了晶晶 晶晶是个好姑娘 我们都说了 晶晶能嫁到我们霍家 是我们霍家的幸运 希望你们以后别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以后要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我们也会通知你们 不过他们两个人还是那么好 希望你们能够安心 他们关系很好 希望你们别把他们的关系给毁了 很快霍启刚就站了出来 我刚才喝了点酒 所以有点紧张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明星 而被媒体大肆渲染而已 从两人的关系来看 幸福比吵架要多得多 有网民留言 夫妻之间难免会有争吵 这很常见 如果不闹 那就真的要闹了 有网民留言 霍启刚是真的很在乎他 也很喜欢他 还有人说 看不惯人家的好 一句话就把自己的感情闹僵了 郭金晶 霍启刚 似乎都有很高的人气 这对情侣的典范 已经根深蒂固 是香港媒体 无法抹杀的一对 小小美的《异想世界》说 现在想想 多少女明星为了能够成为有钱人而大打出手 有的还变成了生儿育女 甚至有些明星为了富家子弟都被拒绝了 跟他们一比 郭金晶就是那种走上枝头变凤凰的好苗子 她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她的生活很简单 生在富贵人家 不跟人家判关系 香港有钱人家的太太们 穿的都是名牌 而郭金晶则永远不化妆 穿着素颈 头上带着五角一只的金丝 还常常去小巷的商店买东西 她不喜欢参加名媛圈子里的派对 反而会参加一些慈善晚会 奉献自己的爱心 在香港媒体的质问下 她已经被霍启刚给捧上了天 郭金晶很是嚣张的回答 人家可是大俱乐部 我可是总冠军 大俱乐部那么多 总有那么多的 甚至她的岳父霍振亭 都在这场盛大的庆典上 发表了自己的感言 多谢金晶你能跟霍家人结婚 郭金晶的自信 让霍家人对她刮目相看 很多人都认为 郭金晶嫁给了霍启刚 却没想到 霍启刚对郭金晶的感情 实在是太深了 郭金晶自从结婚以后 就不会再遵守 那些所谓的富贵人家了 而霍启刚 则是在暗中习惯了 普通人的日子 她要自己动手 要去超市里 购买便宜的面包 要去超市里挑选一个柜子 完全不像是富二代 郭金晶是真的把霍启刚逼到了绝境 从12岁开始 郭金晶和霍启刚 就是9年前的夫妻 04年 他们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识的 一个是北京的 一个是香港的 8年的相思 让他们明白了爱情的珍贵 霍家虽然和李家齐名 但霍启刚和李泽凯之间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那时候 郭金晶和霍启刚的婚礼 被媒体认为郭金晶嫁给了霍家人 还一直在贬离他们 更有一些夸张的报道称 如果郭金晶和霍启刚结婚 将会从世界第一 变成一个超级的生儿育女 没想到大婚那天 霍真廷竟然当着 1600多名客人的面说 谢谢你把金晶许给了霍家人 霍家能把金晶娶到 是我们霍家人的幸运 我想让他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幸福 第二日 香港媒体一本正经的报道 郭金晶要嫁霍家了 霍启刚要娶第一名老婆了 据报道 霍真廷与香港各大传媒公司 进行了联系 并表示会为两人的婚姻 表示祝贺 就算是霍真廷这种身份显赫的人 也被郭金晶压着打 郭金晶的规矩是 不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孩 不准玩耍 有一次 她的岳父霍真廷来到她的家里 她的孙子还在写着功课 郭金晶也不让自己的儿子 破坏她的规矩 毕竟她的岳父在这里 她坚决要求孩子把功课做好 然后陪她一起玩耍 就算是霍真廷 也对她是苛刻稀奇的 而且郭金晶在教育子女方面 也和那些从小过着奢侈的 富家少爷们有着很大的区别 郭金晶会让他们去给霍启刚洗洗汽车 体会一下工作的乐趣 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央苗 感受农夫的艰辛和对盗骨的爱护 还会让他们参与慈善活动 培育他们的爱心 相比于梁洛诗 虽然有了好几个孩子 但是却没有办法进入富二代 和西梦瑶相比 她和霍启刚结婚了 霍启刚倒是挺赞同郭金晶的 经常在郭金晶身后 陪她一起教导 现在的两个儿子都是谦逊有礼 没有半点富贵人家的交纵和奢华 郭金晶对富豪有了全新的认识 你会看到 有他在的地方 豪门不但不在豪 反而变成了很普通的人 虽然有上千亿的资产 但他还是很现实的 霍家从一个普通的商业世家 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郭金晶夫妻俩 在这场大流行中 竟然不声不吭的 把七千万捐赠给了武汉 以支持国家 郭金晶可以说 是贵妇圈中的一股清流 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 都是一身朴素的装扮 她与贵妇圈中的人格格不入 但是贵妇圈中的十个人加起来 都不如她美丽 郭金晶散发着中国传统女人的美 以及内涵 她和她的丈夫霍启刚 一起出席了一个慈善晚宴 两个人的穿着可谓是低调大方 并且一如既往的接地气 现场也有媒体透露出来了 霍启刚对待自己的太太 可以说是十分宠溺 并且全方位的保护她 全程一直牵着郭金晶的手 当有记者想要采访郭金晶的时候 霍启刚也立马站出来 替自己的妻子拒绝了采访 当两个人拍合照的时候 霍启刚也紧紧地贴着郭金晶 他们两个人的恩爱程度 不仅让很多人感慨到 虽然两个人结婚了这么多年 但是霍启刚对郭金晶的爱 只增美俭 遇到媒体刁难的时候 霍启刚也会下意识地 把郭金晶给保护好 郭金晶生下孩子之后 霍启刚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之前 也都会为郭金晶包下爱心汤 每一次霍启刚在外面有应酬的时候 也都会在有空的时候 就会回家陪着郭金晶和孩子们一起 吃饭玩耍 即便是晚上下了班之后有应酬 霍启刚也会抽出来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回家之后看看孩子和郭金晶 看了之后才会出去应酬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